南加善伯纳迪诺大规模枪击案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被警方击毙的嫌犯法鲁克以及马里克夫妇 是经过策划作案 携带大量武器以及设置暴力物 两个人被证实为穆斯林 根据官方消息 法鲁克曾经与洛杉矶地区支持圣战的激进分子有所联系 他的妻子马里克在事发之前 曾经在脸书发文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领导效忠 目前联邦调查局已经宣布 正式以恐怖袭击性质调查这起大规模枪击案 圣伯纳迪诺大规模枪击案 造成14死21伤 震惊事件 据调查结果 嫌犯夫妇法鲁克和马里克携带两支步枪 两支手枪及大量弹药到案发地点扫射 还在现场设置了遥控爆炸装置 案发后 关于这起枪击是否为恐怖袭击的讨论 愈言愈烈 联邦调查局今天宣布 正式开始以恐怖袭击性质调查这起枪击案 根据官方消息 女嫌犯马里克为巴基斯坦人 法鲁克和马里克竟由穆斯林交友网站相识 随后 法鲁克到沙烏地阿拉伯将马里克带回美国 两人在南加河滨县登记结婚 并育有一个目前六个月大的女儿 官方在今天表示 一个以为女嫌犯化名的脸书账号 曾经发文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领导效忠 这对夫妇还曾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联络过 联邦调查局方面表示 案件两名嫌犯可能受到海外恐怖袭击的启发 不过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表明 两名嫌犯的攻击行为 与海外恐怖组织有所关联 先犯法鲁克的家人今天通过律师 否认枪击案和恐怖主义有所关联 对案件的调查 目前还在联邦调查局主导下 继续进行中 感谢观看